孔子教学能够赢得广大听众的信心 夫子自己做到了 孝体忠心 离意廉耻 仍爱和平 这首个词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孔老夫子做到了 孔老夫子 释迦牟尼佛 静业三佛做到了 六号静做到了 三学六度做到了 普贤舍业做到了 他真做到 大家相信吗 我们今天问题没做到 没做到不行了 六道出不去 出不去六道 三徒决定有份 人天未必能得到 做再多的好事 到三窝道里去相复 为什么 人道里头 再得人生 无戒 无戒有没有做到 世善有没有做到 这个是 静业三佛 第一条 根之根 校养父母 有没有做到 奉死司长 有没有做到 这是根之根 无论干什么 如果把这两桩事情 收获了 你的根不老 他会动摇 靠不住 这个世界上 是大风大浪 不是根深低谷 低不过这个风浪 要真把校讲清楚 讲明白 自己做到 做出榜样 给大家看 尊师中道 佛法 是四道 四道是建立在 校道的基础上 没有校道 就没有四道 今天人几个人 懂得笑 所以孝金 一定要讲 不能不讲 是传统文化的根 中国历代 中国历代帝王 有些虽然他走不到 死的时候 嗜好里的 还用个孝子 表示他 没有把这个字忘掉 没有把这个字忘掉 世世代代 提借上这个字 要讲透 要真正做到 要真正做到 今天在这个社会 不做榜样 不做榜样 很难起行 做榜样 最好能做一个 孝敬村 全世界都知道 那两目这个地方 希望到这个地方看看 这地方人怎么 尽孝的 如何行孝的 现在尽孝的人少 少数的人 让他们居住在一块 尽一个小村 特别重视的 根之根 其他的一些德木 都是从这根里 延伸出来的 根本一定要知道